這個聽說是來到伊斯坦堡 驚奇指數最高的 就是傳說中的地下水供殿 這邊呢 它其實是一個 剛好說過 它是一個除水池 根本就是黑蒙蒙的一片 影片完全看不出它的美 雖然說是供殿 但其實試作用來當作水庫使用的地下水供殿 已經有超過1500年的歷史 像這樣子啊 我們看完了這個 參觀完了聖索菲亞大教堂 它對面呢 有個東西不要錯過 這個聽說是來到伊斯坦堡 驚奇指數最高的 就是傳說中的地下水供殿 那它在哪裡呢 它就在聖索菲亞大教堂入口的對面 就在這邊 前面那個棟建築物 就是那個小小的建築物 票價是多少呢 我不知道 直接去買票比較快 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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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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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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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看不出它的美 所以我在網路上找了幾張照片 應該會顛覆大家的想像 雖然說是供電 但其實試作用來當作水庫使用的地下水供電 已經有超過1500年的歷史 在鵝黃色的昏暗燈光照射之下 拍照起來超有感覺啊 我跟你說這邊真的超級暗 它只有開那個柱子旁邊的燈 它沒有開上面的燈 因為上面其實沒有燈 那我來講一下這邊的歷史 這邊呢它其實是一個 剛剛有說過它是一個儲水池 為什麼是一個儲水池呢 因為當初軍事坦尼大帝蓋這個城的時候 伊斯坦寶城的時候 它其實蓋得非常嚴密 進得去出不來 應該說不容易攻打 那這個時候呢水源資源從哪裡來 他們建了一個水道 從20公里外的草原 引地下水到這邊 那他們是說啊 聽說據說 這邊如果住滿水的話 全城的人可以用一個月 你就知道這邊儲水量大概有多大了 好啦我總算找到一個比較亮的地方可以拍了 跟你說後面這個也是類住 就是剛剛跟我們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裡面那個一樣 許願用的 一樣把你手插進去 然後大拇指轉 320度 其實這個動作很不符合人體工學 但是他們就說這樣子你的願望就會達成 哦 所以等一下又要試試看了 那這邊其實你看淚珠就是超級濕的 它整隻柱子都是濕的難怪要叫淚珠 因為上面的地下水一直會滴下來 整個地下水供電呢 有超過300根的柱子 高度是9公尺 那其實這個範圍很大 總共336根的那種柱子 然後有幾個人 像是剛剛淚珠很特別 還有兩根是 每一杜莎跟你說就在前面 很酷哦 到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的頭被壓在那個座椅底下 當成基座 而且是方向是不一樣的 你看很多人都在這邊拍照 至於為什麼會用梅杜莎的頭來當底座 至今仍是眾說紛紜 有人說當時這麼設計 是要藉由梅杜莎的頭像來證實 防止惡靈入侵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他們是倒著方式 一個是倒到90度 另外一個是倒180度 有人說是為了要墊高 兩根不夠長的柱子 你有看過這麼美的底座嗎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相信 但是真的沒有文献記載 他們當初這個頭是拿來做什麼的 蛤 蠻神秘的對不對 應該說詭異才對 讓我再找一張照片 來給大家看看 這兩顆超美的梅杜莎頭像吧 好 必須要跟大家說一下 最好拍的地方就是入口一下來這邊 因為這邊最亮 才可以拍到整個地下水供電 那一柱子這樣子排列 然後整個這樣有出貨感覺你知道嗎 其他地方完全拍不到 裡面也拍不到 尤其是走到對面的話 那邊燈光太弱 只有一進門這邊人潮比較多 然後打開閃光燈拍照就夠了 影片真的沒有現場看到這麼漂亮 所以只能跟大家說抱歉 因為我的器材的線路就是這樣子 強烈建議大家可以上網去找照片 你就知道這邊地下水供電 到底有多漂亮 重點是它的價格才二十塊里 一百塊台幣絕對值得 所以下次大家如果來到土耳其伊斯坦堡 參觀完聖索菲亞大教堂之後 就順便過個馬路來地下水供電看看吧 我們的內容 非常齊 person